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月10号2023年 上两天我发布了几个视频 其中一个视频是坦而论阿兹富丁的 现实生活的一个临床报告 第二个是讨论了 就是中国关于PIXLOVE的一个研究 下面的讨论有正反两面的 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 因为不可能有一个人 完全可以取悦所有的听众和观众 但是对于里面有些问题 我还是愿意继续的谈一谈 最主要的是有一位听众 他留了这么一个言 他说就是说 我在视频里面提到了很多 这方面的实验设计 有不严谨 数据有缺陷的一些文章 但是这些文章 为什么可以通过层层的审查 然后在一些比较有名的期刊上面刊登 那么是不是这种期刊没有公信力了 就是给一些不是科研人员 带来了很多的误导 这个问题我要分两方面看 第一个就是说 一般这种科研的文章 都是专业人士看的 不是所有的文章都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很多时候需要我们专业人士进行分析的 这就是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之间的差异 另外还有一点大家需要知道 有些文章在刊登的时候 看上去数据什么都比较完美 但是刊登了一段时间之后 被有一些专业人士发现了里面的问题 这个时候如果问题严重 那个期刊就会要求这些文章撤稿 所以说能刊登是一回事情 刊登之后 同行的评论是另外一回事情 然后这篇文章是不是能够保存 又是另外一回事情 那么今天我最主要谈论一下 就是论文的撤稿问题 论文的撤稿问题 全世界最严重的一个国家 就是中国 在中国在所有的科学性的论文 从至今为止 测稿的比例占全世界的46.64% 至今为止 有统计的测稿 全世界有41642篇 这里面中国就已经测了19421篇 在2012年到2018年之间 中国的撤稿的数量和美国差不多 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 美国刊登的文章 在那个时间段远远要超过中国 那么在2019年之后 中国的这方面的文章多了 虽然还是落后于美国 但是确实多了很多 但是他们的撤稿数量 也在直线的上升 但是美国一直处于一种平衡 像去年2022年 整个科学界撤稿 中国就有2879篇 占整个撤稿的52% 就是去年一年 而美国去年只有455篇撤稿 那么和其他国家相比的话 这个数字更加恐怖 像中国在2022年撤稿 刚才说的是两千八百七十九篇 美国四百五十篇 第二位的其实是印度 印度撤稿在去年是一千零二十篇 也只有中国的二分之一都不到 然后是日本一百七十八篇 伊朗一百三十七篇 英国一百十六篇 意大利一百零九篇 德国一百零三篇 所以中国的撤稿远远的高于其他国家 最恐怖的就是他的撤稿的原因 有些时候一些撤稿原因是有一些小错误 撤稿这个可以理解 但是中国撤稿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同行的评议造假 因为我们知道一篇文章 如果要发布在一个比较新的刊物 一定要有同行的评论 有同行支持你的说法 这类的撤稿的占了一千四百三十篇 也就是说他就买通了同行 帮他造势 然后刊登出来 是这么一回事情 第二个是数据不完整 是一千一百八十六篇 然后是论文工厂的伪造是九百篇 抄袭是七百四十七篇 所以这四个原因 在了去年整个中国撤稿里面的 百分之九十五 这些所有的资料 都是在这个网站上可以找到的 叫做retractiondatabase.org 就这个网站上面 都可以找到 那么这些撤稿的原因 严重的影响了 中国科学家们的公信力 也就是说有几个人 或者说有一群人 这样的造假 影响了整个中国科学界的 在论文上面的可信度 这个对于中国的整个科研 和中国的科研和全世界的交流 将造成很大的一个障碍 中国的科学要进步 必须要实事求是 脚踏实地 要不然的话 他不管发布多少的论文 最后大家都会打一个问号 好了 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 希望这期解答了 有些听众的一些问题 谢谢大家 祝大家都健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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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